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在今天的讨论中 我们将聚焦副总统哈里斯最近的言论 这些言论将前总统特朗普与历史上最黑暗的独裁者相提并论 引发了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的强烈谴责 约翰逊警告这样的言论不仅危险且不负责任 并可能加剧社会紧张 甚至威胁特朗普的安全 他和其他政治领袖呼吁哈里斯停止这种煽动性言论 强调这样的言论可能吸引更多的极端行为 哈里斯则坚持认为对政治暴力发生至关重要 并提到特朗普对美国的威胁 这场争论不仅曝露了当前政治的极端分化 还引发了对言论影响力的深刻反思 在这个充满仇恨和分裂的时代 如何平衡言论自由与社会安全 成为了每一位政治人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政治舞台上 言论的分量往往沉重的足以撼动整个国家 上周末 一场关于煽动性言论的激烈争论 再次将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共和党领袖们 包括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公开呼吁哈里斯停止 将前总统特朗普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独裁者 相提并论 他们认为 这样的言论不但无助于国家的团结 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政治暴力 这个请求出现在福克斯新闻的周末节目中 约翰逊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担忧 他警告说 这种将特朗普描绘成独裁者的言论 不仅是一种绝望的攻击策略 更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特朗普在短短几个月内 已经遭遇了两次刺杀未遂 约翰逊认为 哈里斯的言论无异于进一步加剧了 这个沸腾的大锅的温度 约翰逊和麦康奈尔的共同声明中 特别提到将政治对手标记为 法西斯的潜在危险 他们担心 这样的标签可能会激励那些极端分子 使他们觉得刺杀是一种可接受的选择 从而试图在选举日之前 剥夺选民的选择权 他们呼吁 哈里斯认真对待这些威胁 并协助确保特朗普有足够的资源保护自己 对于这份措辞严厉的声明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最初选择了沉默 不过这场争论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哈里斯 在最近一次市政厅会议上的发言 当时他对退役将军马克米利 在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的新书中 形容特朗普为法西斯的核心表示赞同 哈里斯在会中强调 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暴力是至关重要的 他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立场 在随后的演讲中 哈里斯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 他提到特朗普身边的一些关键人物 包括四星海军陆战队将军约翰·凯利 都曾明确表示特朗普对美国构成了威胁 并认为他不适合担任总统 哈里斯坚持认为 美国人民有权知道这些信息 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做出明智选择的时候 与此同时 大西洋月刊也加入了对特朗普的批评潮流中 将他与包括希特勒·莫索里尼在内的 多位法西斯独裁者相提并论 这种比较并非首次出现 早在数年之前 著名演员罗伯特·德尼罗 和MSNBC主持人乔伊·瑞德·舅 曾公开表达过类似观点 这些事件的背后 折射出美国政治的极端分裂 以及言论影响力的巨大威力 在这个充满仇恨和分裂的时代 如何平衡言论自由与社会安全 成了每一个政治人物 都不得不面对的艰难抉择 约翰逊和麦康奈尔的担忧 并非毫无根据 在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的交错影响下 公众情绪往往会被煽动到危险的地步 特别是在政治言论激烈对抗的时期 任何煽动性的话语 都有可能被极端分子解读 为行动的号召 尽管如此 哈里斯及其支持者 坚信自己的立场是正义的 他们认为 揭露特朗普的危险本质 是对民主制度的一种保护 哈里斯在多个场合强调 特朗普的行为和言论 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 对民主价值的蔑视 而作为国家领导人 他有责任提醒公众注意这些威胁 这种争论并不仅限于哈里斯与共和党的角力 而是整个美国政治体制的一次深刻反思 在信息时代 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塑造能力空前强大 而政治人物的每一句话 都可能成为公众议论的中心 这种情况下 言论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界限显得尤为模糊 对于美国而言 这不仅是一场关于特朗普和哈里斯的口水战 而是一次关于国家未来的深思熟虑 无论是政客还是普通民众 都需要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而这种平衡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 还需要对民主制度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仰 在未来的日子里 这样的争论或许还会继续 但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方都能认识到 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彼此 而是那些试图分裂国家的力量 只有通过对话和理解 才能找到通往和平与繁荣的道路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在这个政治两极分化的时代 哈里斯副总统的言论 其实是一种真相的揭露 特朗普的政治作风和行为 确实让人联想起历史上一些极端领袖 比如希特勒和莫索里尼 这并不是毫无依据的指控 哈里斯正在履行他的责任 提醒公众 警惕这种政治领袖的危险性 毕竟历史告诉我们 对极端主义的沉默 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 楚天书 你这种言论 简直是无稽之谈 把特朗普与希特勒 这样的人相提并论 只会加剧社会的分裂和对立 我们应该记住 言论自由不等于 可以毫无责任地煽动仇恨和分裂 哈里斯副总统这样的言论 只会进一步激化 支持特朗普的群体 让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这不是一个领导者该有的行为 但是 齐齐忽视这种潜在的威胁和腐蚀 是更危险的 难道我们要等到 已经无法挽回时 再来后悔吗 哈里斯的言论是一种警告 而不是挑起仇恨 他只是在提醒美国社会要保持清醒 避免重蹈覆辙 就像丘吉尔在二战前警告欧洲纳粹的崛起 如果那时大家都能早些重视警告 或许会有不同的结局 我们需要的是警醒 不是晋升 楚天书 你的论点过于偏激 提醒和夸大是两码事 若每个政客都像哈里斯这样随意地将对手与历史上的极端恶人相提并论 那我们的政治体系将无法有效运作 我们应该在事实基础上进行理性的讨论 而不是用这种情绪化和极端化的手段来达成政治目的 这只会让公众更加迷惑和不信任政治精英 夸大和警示之间的界限确实需要谨慎把握 但是在面对一个有潜在独裁风险的领导者时 任何的警告都是必要的 他不是乔治、华盛顿 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超出了常规政治的范畴 哈里斯在行使他的权力 作为公众人物 他有义务提出这样的警告 这是他对民主的保卫 楚天书 你说的民主保卫应该是通过包容和理性的辩论来实现 而不是让一个仇恨的沸腾大锅更加沸腾 这样的言论只会让反对者更加坚信他们的信仰 并且无法有效地进行政治沟通和妥协 正如林肯所言 一个分裂的家不能持久 我们需要团结 而不是更多的分裂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奇奇在辩论中针对哈里斯副总统的言论展开了激烈的对话 分别代表了对当前政治环境的不同看法 楚天书主张哈里斯的言论是对前在独裁风险的警示 而谢奇奇则认为这样的言论会加剧社会的分裂缺乏理性 楚天书的观点强调了历史的教训 认为在面对极端主义的风险时应该保持警觉 他将特朗普的行为与历史上极端领袖相提并论 这一比较虽然引人注目 但也容易引发激烈的反对声音 这种强烈的指控不仅需要有充分的事实支持 还需谨慎考虑其可能导致的社会反响 楚天书的立场固然有其合理性 特别是在警示潜藏危险的必要性方面 但过于激烈的表述可能会使听众产生反感 加强对立 谢奇奇的反驳则从公众沟通的角度出发 强调理性与包容的重要性 他认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 将对手与极端历史人物相提并论 都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分裂 从而阻碍有效的政治讨论 这一观点触及了当前美国政治的核心问题 如何在言论自由的框架下 促进件社性的对话与合作 而不是加剧对立 谢奇奇的论述能够激发我们思考 如何在多元意见中找到共识 推动政治的健康发展 总的来看 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辩论 反映了当前社会中对于极端主义 和言论责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楚天书提醒我们 应该时刻警惕政治领袖的行为 而谢奇奇则强调理性和包容的重要性 两者都包含着对民主制度的不同理解 未来的辩论将如何在激烈的意见中寻求平衡 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理性的沟通与警惕的警示 或许是当前社会中最需要的元素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